大家好,我是西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是想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但是想说做一个这个眼影盘的试色教学好了 然后我们用的眼影盘呢,是这个Modern's Renaissance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古的颜色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个文艺复兴眼影盘 这个眼影主题呢,就是以紫色系为主 然后把提亮的颜色放在眼部的正中间 当然这也是这一个眼影盘的主打色 之前看艾玛鹏,她有做过这个教学 觉得还算蛮简单的,很适合手产党 因为本身我也不是专业的化妆师 然后就是想说学习一下,先别来一个眼影的教学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那就继续跟我看下去吧 然后我们只用到四个主要颜色 一个是这个灰粉色,然后这个片子的红色 还有下面这个霉红色 当然还有这个Buling Buling的香槟金色 首先来用这一个灰粉色 用它来当过渡色,然后扫整个的眼皮 为下面晕染做一个铺垫 然后下一个呢,我们用这一个天子的颜色 去少一下你的外眼角以及你的内眼角 然后我用的刷具呢,比刚刚的月染刷小一号 然后当你刷这个紫红色的时候 记得把眼部的中间留出这个空白 我们再用第一个所用的这个灰粉色 去把刚刚的眼影都给它晕染开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用小的这样的眼影刷 去占取这个眉红色,叫Vanissarite 然后用拍打的方式点在眼尾处和内眼角处 然后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眼影刷 把它稍微的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用一个晕染刷把眼影的周围都晕染开 让它看得更自然一些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遮瑕膏点涂在手上一些 然后我们要把它画在眼部的中央 因为这个遮瑕膏呢就是要做最后我们浅色那个亮片的打底 然后稍微给它晕染开 和周围的边缘有个连接 然后再用晕染刷给它晕染一下 看得更自然一些 然后我们用这个扁平的刷具去占取这个金色 香槟色去放在刚刚我们做的这个遮瑕膏的上面 然后将这个金色的周围稍微和旁边的紫红色浴染一下 让它没有这个分界线 显得更自然一些 最后呢你可以用你之前用的这个第一个颜色 将所有的眼影再晕染一下 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用这一个斜角扁平的刷具 去占取这个浅的这个灰粉色 去做下眼线 然后我们再做其他颜色叠加 然后再用这个Love Lighter 这个紫色紫红色去做下眼线的部分 叠加在刚刚的第一个颜色的上面 这个眼影盘呢非常的上色 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堆余的粉给抖下去 然后呢我们用最后这个亚光的浅色 去少一下眉骨 算是一个提亮吧 然后你可以用这同一个颜色去画你的内眼角 我通常是用这个小拇指 然后我去把我的眼线和睫毛膏添加上 然后给大家看最后的结果咯 这个妆容我就完成啦 今天我用的唇膏是这一个La Rio的欧兰亚的这一个314色号 之前有看很多博主推荐过这一系列的颜色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3144色号 这个颜色呢你还可以用来做染唇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提气色 然后呢这个眼妆今天我们就完成啦 非常适合手缠档去尝试一下 因为步骤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然后再仔细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眼妆 今天最后呢完整的妆容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的简单 大家都是可以学到来的 当然我还会去学习很多的颜色的搭配 之后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今天这个眼影盘试色教学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